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Huda Beauty新的眼影盘 Coral Obsessions的试色评测跟妆容分享 那这个眼影跟它之前出的四色一样 是睡前35加币 开关是磁铁的 里面有一个镜子 一共9个颜色10克 那这盘眼影盘我一开始看官方试色的时候 觉得跟Worm Brown很像 就都是那种红通通的颜色 那我后来自己试了以后觉得还好 就是这盘它是很明显的那种稀有色调 那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Worm Brown要更浓墨重彩更厚重一些 它是比较秋冬感的眼影 那Coral的话它是比较清透 非常的夏日 Coral这盘里面呢是有两个珠光色 这两个珠光色的质地 跟Worm Obsessions里面的那个质地 是不太一样的 我做一个试色给你们看 先试这两个 然后这是Worm Brown的 那Worm Brown这盘的珠光色呢 就是那种湿湿厚厚的质地 就很像金箔 那Coral这盘的珠光色呢 是相对比较清薄清透一些的 也稍微干一点 那它们的亚光粉质呢 也有一定的区别 我试色给你们看 先Coral这盘 我就先试这两颜色 那这个是Worm Brown的 那Coral这盘 它的一个延展度 跟上色度都会更好一些 那我觉得这盘整体 有一种寒装的感觉 就是非常少女 非常清新的那种色调 那我们就看一下上妆过程吧 先用中间的这个 亚光淡咖啡色打下眼窝 尽量范围广一些 然后用旁边的这个 略深一点的橘棕色 稍微加深一些眼窝 把这个黄色从前往后打 这个黄色眼影算是很上色的 用这个深红棕色 加深一下眼尾 超上色 再把这个西瓜红 从后往前画 再把这个蜜桃色 画在眼皮中间 再蘸取这个最浅色 晕染一下边缘 最后呢 用手指蘸取这个珠光色 点在眼皮中间 好了 那这盘红红黄黄的眼影就用完了 我去把妆补完 那这就是这个妆容完整的样子 那总体来说 我还是挺喜欢这盘眼影的 它在红色系的眼影里边 算是很适合夏天那种色系 那如果大家手头没有这种 细油色系的眼影的话 其实是可以试试这盘的 像这种色系的眼影 它经常会不上色或者不持久 但是这盘它的一个粉质 上色度持久度都很棒 我已经用了好多天了 那带妆一整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很适中 包装也很方便 它里边的配色也非常实用 不需要跟别的眼影盘再做搭配 总体还是很推荐的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Huda Beauty Coral Obsessions 眼影盘的一个试色评测 跟妆容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跟Subscribe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